文殊师利菩萨 又名妙吉祥菩萨 号称菩萨之母 诸佛之士 据大方广佛华言经记载 文殊菩萨 每天带领一万菩萨绕清凉 横实演书妙法 菩萨发愿 凡来潮山者 必于千里之外亲自迎接 别时送客八百里 为了帮助众生 获得妙智慧 妙吉祥 文殊菩萨 特别嘱吐作记 轻师文德 来到世间 引领众生 走上真实究竟的 吉祥幸福之道 希望你能发菩提心 将吉祥经 弘扬于人间 火力群生 一脚奉行 不好了 猪大师 你还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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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超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恶魔 森林出现恶魔了 好多的物都被他咬伤了 恶魔 他毁了小麻雀的家 咬伤了小鹿的腿 剪走了狐狸的食物 要是遇到他 我可你连尾巴都不剩了 这么凶狠 他长什么样啊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听说的 小麻雀说他有三只眼睛 小鹿说他有八条腿 包起来像在飞一样 狐狸说他的爪子 可以狐猎一条狼 见到的五星瑶 残人极了 说我是恶魔 我就残人给你们看 快跑 快跑 我的屁股差点就没了 你先跑 我来对付 你不肯 就快责了 快走 快走 快一点 快走 不要養我屁股呀 温德救我 温德救我 原来是只狼狗 小七 你是狼小七 你怎么知道狼小七这个名字 我当然知道了 你的耳朵可是为了救我才被人砸伤的 你是 短耳朵 现在可不短了 你们以前认识呀 他妈妈生了七个 他排行第七 我们都叫他小七 我们可是一起长大的呀 对吧小七 有一次我被一个坏小孩追捕 是小七救了我 结果大耳朵被那个坏小孩砸伤了 大耳朵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小七了 我听说你被人类收养了 他们对你不好吗 那家主人是一个屠夫 他总是让我危险追养将要被屠宰的动物 如果我不听他的话 他就用鞭子冲打我 还不给我东西吃 真是太过分了 我表现得越凶狠 他就越高兴 给我的食物也就越多 慢慢的我也变得残忍起来 看你什么都想咬 他们都恨我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前几天我不小心养到主人的小儿子 他们拿起锅子毒打我 让我赶了出来 我不想要大家的 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了 就像你们说的 我已经变成恶魔了 你不是恶魔 你也不会变成恶魔的 文德 帮帮小七吧 从前有一只白象 也有过你类似的经历 不如我们穿越时空隧道 一起去瞧瞧吧 让我来 让我来 我来教小七念文术菩萨心中 小七 我们念一句 你跟着念一句 小七 哦 啊 啊啊 他抬脚了 他踩下去了 他要出来了 他要出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家伙 开饭了 老东西 越来越不听话了 劝撑 看我饿不思逆 老家伙 开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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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得给你另找新家了 师父 他们为什么要把白象送到这里来呀 相棚被烧毁 白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寄养处 我们寺庙这儿来往人赏 白象活动起来也方便 古王便叫他们送来了 有劳师父了 聊聊 这白象交给你 可看得住 放心吧 师父 我一定会和他成为好朋友的 对他要越狠越好 可不能惯坏他 最好老实点 不要怕白象 菩萨会保佑你的 多胡亩 est don't you ki 啊 哼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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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ledge 唯善生天唯恶如鸢 嗡阿喳巴扎那地 嗡阿喳巴扎那地 这可都是我早上刚去河边疙瘩 吃吧吃吧不要客气 谢谢 你刚才说话了你会说话 白香跟我说话了 白香跟我说话了 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听到寺庙里在唱歌 很舒服你们在唱什么 那可不是歌 那是我们在念经做扫课呢 他把我的噩梦都赶走了 记得里面有说为善生天为恶入冤 看来我真的造作了很多恶意 连睡觉都不得安稳 嗯念寿惊症可以忏悔业障 令人心许安宁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教你念哦 好愿 在这之前你先跟我皈依三宝 我教一句你念一句 拿摩佛 拿摩佛 拿摩法 拿摩法 拿摩僧 拿摩僧 拿摩佛 拿摩僧 拿摩僧 拿摩佛 拿摩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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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分享吧 接着我来教你念文书菩萨心咒 师父说了 念诵文书菩萨心咒 可以消灾免难开大智慧 可以 嗯 就这么说定喽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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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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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靠近他 不要傷害我的孩子 塞 塞 塞起来啦 小宝 吓死妈妈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小师傅 谢谢白相 妈妈 茶鼻子好好啊 这白相 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嘛 好家伙 气色不错嘛 休息够了 可该干活了 呃 请问你要带白相去哪儿呀 当然是要带去行刑啦 我们可不是白仰着他的 嗯 你别打他 他会听话的 乖乖听话 乖乖念文书菩萨心咒 菩萨会保佑你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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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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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 畜生 想造反不成 气死我了 畜生 这白相不愿意再采杀犯人 爱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照这差人的话讲 这白相一是从寺庙回来后 才由此转变的 畜生猜测在寺庙这段时间 白相日夜勋修佛法 心性剑驱调柔 所以才不愿再踏杀犯人的 若定要他继续踏杀囚犯的话 倒不妨将他移居到屠宰场 一段时间看看 有道理 那就这么办吧 遵命 接下来就把他交给你了 要是调教不出来的话 咱们两个可都得倒大煤 嘿嘿 没问题 我绝对会是一个好师父的 我们屠夫生来就是为了杀生的 什么地狱报应 哼 我才不信呢 何况你已经干上了这一行 那么多人都死在了你的脚下 即使你现在手手不干 别人也不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哦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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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 畜生 果然是寂寞者黑啊 别跟我逞能 留着这份力气对付死球吧 这次又是那个倒霉家伙 要挨他这脚板呀 听说是一位佛门弟子 被人状告偷了黄金 但他死不承认 非说自己是清白的 你看 大将又踩上去了 给人状告偷了 我说你这位佛门弟子 我看你这位佛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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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阿拉玛扎阿尼 感谢文殊菩萨慈悲救护 小气 白相都变好了 你也可以 居住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只要你愿意留下来 每天和我们一起修习佛法 我相信不用多久 你也可以像故事中的白相一样 重新回归心灵的净土 谢谢你文德 欢迎你回家 我终于回家了 物尽欲吃人 天与智者交 尊敬有德者 智为最吉祥 居住是一处 往心有德行 至身于正道 是为最吉祥 多门空一心 严实诸尽见 人谈愿人心 是为罪吉祥 奉养父亲 爱护妻与子 从业药无害 是为罪吉祥 不是好品德 帮助众亲眷 行为无瑕疵 是为罪吉祥 邪行虚尽止 客己不饮酒 美德兼不宜 是为罪吉祥 宫尽与谦绕 知足并感恩 即时闻教法 是为罪吉祥 忍耐与顺从 得见众杀能 事实论信仰 是为罪吉祥 自治静生活 领悟八正道 十正涅谈法 是为罪吉祥 八风无动心 无忧无忍 与尽无烦恼 是为罪吉祥 一切处得福吉祥 一切处得福 是为罪吉祥 是为罪吉祥 讯赞